很关键 因为有了这个三分 把分差一下再拉开了之后 对北空在进攻当中的心态 是产生很强 所以我们才有反击 有扣篮 有大汉的这一次 中度 罚众就是二加一的主动 对 厉害的一点 就是两个大个儿 对林书豪的包夹 林书豪这球船的非常漂亮 在夹击的情况之下 仍然找到了篮下翟小川 小川接球转身这下连接得非常好 而且打得硬 对 一下子掉肚起来以后 这是手刚的球 它的侧点打出来了 小川三分没动 这个球的运转速度 你们能看出来 这是老手刚的配合 场上这五个人 都是一起打过好几年的 林书豪今天想要得分太难了 是 他比那边叫了一个暂停的手势 身体接触 马布里埃确实真不错 你看他一直在不停 连续跟他讲 come down 你应该冷静下来 再往南下传 非常好的中间 这个就汉尼尔顿传得好 小川的比赛特制 更好的机会 以林书豪为吸引 给队友来创造投篮空间 而北空那边不一样的在于 北空那边增加了 符合个人充公的机会 对 手刚的前场篮球 在贾小川 汉尼尔顿的这种 努力之下 也是更好一届做的 赤了 贾小川 出错 贾小川的冲击力真是出色 无论有球无球 他得了十分了 方克今天不怎么攻啊 另外孙悦的身高和臂战 也干扰着他防守球员 大反卫转移出来 小川再往南下给 这就是汉尼尔顿 汉尼尔顿真是 手刚不可或缺的内线 打进 今天福格 这是个快打的机会 周一强退到三分线外 调整一下 三分命中 周一强其实啊 场景虽然出手不多 但仍然保持着40的三分线命中率 好球啊 小川持球 假动作 二下一 贾小川呢 现在冲击篮下的欲望越来越强烈 连在两侧了啊 弄了个酸饼 对 小川这一节的无球和有球冲击 实在让人印象太深刻了 另外手刚被到现在为止 还能领先六分的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们这一节的三分线命中率 上来 之前高了很多 对 防守压力非常大 对 一队一防 两队到第四节仍然有巨大的防守压力 小川把这球拿回来 看下空切 朱燕熙 哇 这个空切太妙了 是 你要知道这是来自于朱燕熙的空切上来啊 少切 他是一个拉开空间形的四号位 这时候呢 把球给杰尔川啊 看看 隔出来了 局部是二打一 对 好球 漂亮 走马观花一般的传球和呼应啊 早一点发现这个位置 这就是守刚队跟这支北空间最大的区别 投了 再回给刘笑语 一脚三分钟给予回应 刘笑语 现在守刚的进攻啊 北空队掐不到重点 勉强出手 这段时间北空的进攻出现大问题了 我们看马尔道会不会叫暂停待会儿 又可以打成了一个转换 两队的分叉被拉开到了十分比例比赛结束 还有四分十二秒 这球员都是试图获得比赛的胜利 但是场边弥散的情绪是 呃 呦 迷散的情绪是 这都是北京的球队啊 呃 我也希望北京的球是啊 因为这两个队的共同的强盛 在同一点强盛最厉害了 就跟现在我们说 胡人队跟快船队都很强 大家的关注点聚焦的这个目光就多 还能追 呃是一个很好的战术啊 啊 马尔道会还在失忆 犯规犯规 这是一个挺好的边缘战术 最后啊 画到的是王少杰手中 从他出手的果弹程度你能看出来 这个应该就是给他的啊 呃 虽然他不能让球队反败为胜吧 但是我觉得王少杰多了一次实战的机会 是 呃 而且球队传递的信息就是比赛还没有结束 呃 投进之后立刻去犯规 投进 小川 廃 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